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上帝赐予我们的奇迹 使我们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我们相信上帝赐予我们满足 使我们在生活中称颂于您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儿女做世界第一 使我们的儿女做爱国者 我们相信上帝使用我们 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义的器具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在这时间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者的心里的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是在我们心里做工的 什么是信心呢 拥有信心的时候 就能领受一切的喜乐 拥有信心的时候 就领受一切的平安 拥有信心的时候 心里所有的心愿全获得实现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一起找一下 马太福音5章16到18节 上帝的话语 正是改变我的生命 就是在现在 上帝的话语 是改变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命运的 上帝的话语 只要相信的话 是立刻有功效的 而不相信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是在犯罪了 约安福音16章9节 真理的话语是最值得信赖 而我们却不相信真理的话 就是已经在犯罪的 当我犯罪了的话 我的儿女先做不孝的孩子 真言19章13节 父母不相信上帝话语的时候 父母在犯罪的那一瞬间 儿女就变愚昧的孩子 儿女就变成操心的孩子 导致父母很操心 很痛苦 好多信徒 光身子来到教会 然后呢 无论是做牧师还是长老 都成了假信的人 这时候儿女特别的痛苦 儿女总是会遇到一些 各种各样的事故 真言19章23节 总有一些灾难跟着呀 不相信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犯罪了 约翰福音16章9节 犯罪的话 有罪恶的地方 总有灾难跟着 真言13章21节 好多人说 哎呀我犯了罪 好像也没什么 没什么报应 我们父母犯了罪的话 儿女先受遭殃啊 为什么好多儿女胎中 就成了残疾的孩子 出生在世的时候 身患着疾病出生呢 诗篇139篇13节 父母犯罪的那一瞬间呢 就已经 把孩子糟蹋了 孩子在母胎里 创造的时候呢 按照父母的最佳的代价 如是创造出来呀 上帝的话语 全都要相信 原福音1章1节 因为上帝的话语 就是上帝 上帝的话语 就是真理 原福音17章17节 这上帝的话语 就是真理 我们为了得救恩 我一定要相信真理呀 帖子阿伦利加后书 二章13节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就已经是在犯罪了 藐视上帝的话语 嘲笑上帝话语的时候 都会走向败坏的 诗篇107篇10到12节 身患疾病的时候 分明是藐视 嘲笑了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话语 嘲笑上帝的话语 甚至违背上帝话语的时候 身患 这时候就已经身患疾病了 导致家庭里 遇到灾难和咒诅 而且还会祸害子孙三四代 诗篇107篇10节 为什么好多人来到教会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切呢 有些话可以信 有些话不可以信 不是的 相信上帝的话语 全都要相信 而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相信的 创世纪一章 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了这世界 这我们能信吗 除非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信心 我们才能相信上帝的话语 靠着自己 我们是无法相信的 我们做不到相信 其本来是十一章三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阿门 信心就是光 而好多人说是信 却活在黑暗里 不懂得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自己活得也不开心 反而在争吵纷争啊 纷争争吵的话 都是要走向败坏了 格林德前书三章三节 争吵纷争那都是属于肉体的 我在纷争争吵的话 那都是百分之百属于地狱了 纷争争吵的时候 就已经是走向败坏了 为什么会分党结派呢 因为没办法饶恕 不饶恕就会走向分党结派 而信心是什么呢 连仇敌也要爱 这才是信心呀 马太飞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而我们呢 别提爱仇敌了 好端端的一个人 我们都要变成一种仇敌来对待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好端端的一个人 我非要去毁谤他 去诋毁他 导致遭受死刑的罪过呀 我朴牧师也是恶人 大家也是恶人 我们都是罪人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准确无误的 我们跟随的是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信心 大家不是来顺从我朴牧师的话 这不是我朴牧师讲的 我朴牧师也是奉上帝的差遣做事而已 不知的普通我朴牧师 每次站在台前的时候 只有认罪悔改 我从来 我也不知道我该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会讲什么 但是我从来不自己讲 我自己我不能给自己写一个草稿 拿着草稿来读啊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 上帝使用我的口 我要跟随上帝的引导 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思绪来讲道啊 唯独基督是我的指导者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节 唯独四些段悔改是我们的指导者呀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来读一下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那么如果我有光了 那么属于光的人呢 能照亮身边的人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而当今怎么世上好多人 不喜欢信耶稣的人呢 那是不是信耶稣的人都没有好好信呀 如果我是世上的光 这个光是照亮身边的人 照亮身边的人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而好多人 说是信耶稣怎么还要闹离婚 还要闹分居呢 夫妻不是两个 夫妻不是两个身子 是一体 是一个整体呀 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五节 光要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当今 好多人都成了假的信徒 不足的仆人 我屏幕是也一样 如果我悔改不多的话 如果我悔改一少的话 我的行为也是一塌糊涂 我心里也只惦记着自己的利益 只惦记着自己的贪婪 我属于黑暗的时候 行为上不可能是有好行为呀 以夫所说五章八节 约安一书二章十一节 黑暗里是结不出果实的 只有在光里才能结出果实 纷争争吵 抱怨 毁谤他人 定罪别人是异端 随便批评别人 背地里说别人坏话 那都是属于黑暗 是没有果实的 脱离了黑暗 活在光明的时候才有果实 果实是什么呀 真实的才是果实 公义的才是果实 行善的才是果实 以夫所说五章七节 到底什么是果实呢 好行为才是果实啊 我的行为行善的时候 怎么还会分党结派呢 我有好行为的时候 怎么会结党分派呢 韩国的教会 为什么都分出四百多个党派了呢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赶紧归向上帝呀 第十七节我来读一下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有没有好行为 将好的荣耀献给上帝了呢 第十七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兼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希伯来书十章七到十节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才能圣洁 希伯来书十章七到九节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 所以旧约的讲道 如果没有新约的话 就是成了假的讲道了 光讲旧约 那就成了假的讲道 旧约里一定是要有基督 才是真实完整的讲道 第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都要重全 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啊 上帝的奥秘是让我们认识基督 怎样才能认识基督呢 基督要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 格罗西书二章二节 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奥秘的话 光身子来到教会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我们要认识基督啊 基督来照这世上 是要完全地实现上帝的旨意啊 格罗西书二章八节 所以没有基督的讲道 那就是假的讲道 不传基督的奥秘 那都是假的讲道 格罗西书四章三节 上帝的话语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我们找一下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神明记五章三节 旧约的允许 都是和我们现在所立下的允许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全都要实现 上帝的话语绝没有谎言 而且是如实地实现的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一章十节 进入到我心灵里的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到十三节 我们来读一下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做牧者的都要读 第十四节 我要谦卑到最低的地方 才会被上帝使用 带着自尊心 把自己抬举得高高的 那都是与上帝作对的 为什么会有自尊心呀 创世纪三章七节 自尊心都是要去地狱 做了四节 段悔改是要承认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在最坏的人中 最坏的坏人 我如同区一样 我就是奋礼的区一样 约伯纪二十五章 最坏的人里 我是最坏的 最脏的人里 我是最脏的 面对上帝 我只有顺从 因祖上的罪和我的罪 我都成了死人了 而靠着基督使我活过来了 靠着四节 段悔改使我活过来了 我们有什么话可讲啊 一副所说二章一节 教会是有圣徒的地方 绵羊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 绵羊是没话可讲的 上帝的话语 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 都是如实实现的 而旧约里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就不完整了 我们要做光 成了光才能将荣耀献给上帝 有了光 活在光里 是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而当今为什么说教会 都成了假的教会呢 教会里经常争吵 纷争 不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纷争争吵的时候 都会败坏旁听的人 听不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者的心里的 什么叫假信徒呢 上帝的话语有些相信 有些上帝的话语又不信了 这就是假的信 上帝的话语全都要信 听不太前书一章十九节 我在妒忌别人吗 说明我是假的信徒 我爱表现自己 我爱出自的名声 那说明我是个假的信徒 我为了领受上帝的话语 首先我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首先要做仆人 我要处于最低的位置 我要做仆人 没有做仆人的 是没有进到基督里 做了仆人才能属于基督 不足的仆人 我平牧师身体都这么疲乏了 我也要献出生命 站在这台间 因为我是个仆人 为了主人 仆人都能献出生命的 格林德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只有基督的仆人 只有做四九段悔改的人 才能献忠心以至于死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到十三节 这上帝的话语 要运行在我的心里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凡向你发怒的 必都抱亏蒙羞 与你相争的 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与你争敬的 你要找他们 他们也找不着 与你争战的 必如无有 成为虚无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 必缠伏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阿们 这上帝的话语 这允许现在要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啊 相信在这时间上帝的话语是如是降临在我们心里的 主就是基督啊 与主同行的就是蒙恩典 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与主同行就是蒙恩典 并不是说成了牧师就能与主同行 并不是说成了长老牧师就能与主同行了 并不是说听了上帝的话语就能与主同行了 只有做四九段悔改的时候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才能与主同行啊 因为主就是基督啊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并不是说光身子来到教会就能蒙恩典了 当我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做四九段悔改的时候才能蒙恩典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通过主进入到我的心灵里的 上帝是活着的呀 提示录三章二十节 上帝正在现在也在我们胸口叩门呢 上帝要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而我心里装满了罪恶 却不愿认罪悔改 所以上帝始终在我的胸口叩门 上帝是让我得福的 上帝是赐福于我的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 上帝全都知道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节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 如是一一返还到儿女身上 所以看儿女是什么呀 就能看清还看着儿女的模样 就能看清这父母是什么样子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回顾一下 我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好多人特别害怕自己的家庭给暴露出来了 上帝全都知道的 在这时间我们求靠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一切的罪过吧 刚才我还犯罪了 怕别人知道我的罪过吗 今天如实地向主 坦白我的罪过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一切的罪过吧 这正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新约呀 正是基督的奥秘呀 这是多么庞大的英学啊 不要害怕 好多人光背诵这经文 录音机都能倒背如流的 那电脑都能背诵得很流利 圣经的话语千万别想背诵 这上帝的话语 怎样才能成为我的祝福呢 这上帝的话语 怎样才能在我心里运行呢 这正是奥秘呀 上帝是赐予我们祝福的 甚至财富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财富和钱财的祝福 全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 你不要害怕 不要惊慌 大家不要总是想去背诵这个文字 这么好的祝福 我怎样才能领受这么好的祝福呢 上帝和我们立下了如此可贵的允许 我怎样能获得这么好的允许呢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呀 上帝的话也不是靠背诵能得到的 好多人背诵圣经经文 圣经的话千万不能背诵 难道录音机就能去天国了吗 不是啊 我的心里有没有这信心呢 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一副所说二章八嘴 而这信心不是靠我自己得来的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铁萨能在前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者的心里 那信心是什么呢 我怎样才能从上帝那里获得这信心呢 这信心是什么呢 好多人说 哎呀牧师让我信呢 您别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您的信那都是假信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信心 是上帝认可的信心呢 以赛亚说四十一章十节 我们再读一下一二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阿们 好多人以为外表的包装好 就是好的了 大家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上帝从来不看我们的外表 上帝不看外表的 罗马书二章 大家可以都读一遍 上帝从来不看外表 如果耶稣看中外表的话 耶稣也会建造一个很庞大的礼拜堂 而耶稣无论是在野地里 还是在田地里 无论是在哪 耶稣日日夜只传讲了这福音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节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当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能与主同在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们不能害怕 我害怕什么 就变成什么了 约伯基三章二十四节 上帝亲自兼顾我呀 当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上帝亲自造就我 彼得前是五章十节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 因我的罪恶 使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上帝必帮助你 凡向你发怒的 必都抱魁蒙羞 能与上帝同行的人 一个人辱骂了 与上帝同行的人 都会遭受很可怕的灾难和咒诅的 传道书七章十七节 行恶作恶的都会遇到交通事故 甚至可怕的事故 传道书七章十七节 一个人总在行恶作恶 做坏事吗 活不出自己的命运 反而很快就死去了 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 传基督奥秘的时候 你在诽谤 甚至毁谤了基督的奥秘吗 上帝一定会给你报应的 四阶段悔改 可是上帝的奥秘 哥鲁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而好多人妨碍了基督的奥秘 好多人妨碍了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会遇到很可怕的灾难和咒诅 大家千万不能对抗上帝 上帝会让你爆亏蒙羞的 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找一下吧 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 违背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话语 毁谤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一定会爆亏蒙羞啊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需要做的只有服从 而且是服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存着无愧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污赖你们在基督里 有好品行的人自觉 羞愧 阿们 无愧的良心 当我属于基督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能存无愧的良心啊 好多人毁谤四阶段悔改 毁谤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一定会受死刑的 罗马书一章三十节 但凡我随便毁谤了 更何况毁谤了一个 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毁谤了属于基督里的人吗 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 那一定会受死刑的代价呀 甚至使自己的子孙三四代 受死刑的代价 这些全是上帝规定的 上帝使毁谤的人 暴愧蒙羞啊 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 坏事啊 那么 现在认罪悔改还不晚 一直以来我一直毁谤了别人 甚至毁谤了 这些段悔改的人吗 哪怕现在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吧 主啊 我现在刚发现我错了 都是我犯了罪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吧 以赛亚书43章2425节 因我的罪恶让上帝难过了 耶利米书17章1节 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 这罪恶就记录在上帝的弹角上了 出埃及记27章1节 因我的罪恶导致上帝难过 因我的罪恶导致子孙三四代受遭殃 明书记14章18节 那么在今天 无论我曾经犯了什么样的罪过 只要在今天向上帝如实地承认 如实地坦白自己的罪过 求上帝饶恕 上帝会饶恕我的 所以 现在认罪悔改还不晚的 赶紧警醒过来吧 第十二节 第十一节 凡向你发怒的 必都暴溃蒙羞 与你相争的 必如无有 必要灭亡 而且并要灭亡啊 与你相争的 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集 做父母的如果被灭亡的话 导致儿女三四代也灭亡啊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和这些人结庆家呀 好多人说 哎呦 这个家庭是牧师的家庭 然后呢 一起结庆家 怎么 结果遭受很可怕的灾难和咒诅了呢 大家都警醒过来吧 并不是说成了牧师长老就能得救啊 这上帝的话语是非常庞大的 上帝是如此如此的好 而同时上帝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第十二集 与你争敬的 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 与你争战的 必如无有 成为虚无 第十三集 因为我伊和华 你的神 必缠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阿们 上帝帮助我的手 谁都没办法阻拦的 以赛亚书43章13节 上帝所做的一切 任何人都没办法拦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死 全在上帝那里 上帝赐福于我们 也没收这祝福 三摩尔记上二章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这么庞大的祝福 在这时间 我们领受这好的祝福 而我们的罪过 在这时间 都要得到上帝的饶恕啊 我们所犯的错误 我们所犯的罪恶 全球上帝饶恕吧 我们如果愿意领受 这么好的祝福的话 我们就呼喊阿们 这把钥匙在哪呢 这把钥匙就是信心啊 铁萨 罗尼迦前书 二章13节 相信上帝话语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 才在我心里做工 那怎样才是 相信上帝的话语呢 怎样才能信呢 什么是信心呢 以赛亚书 这是一章八节 这八节就是 而这八节 一定是要有基督的奥秘的 第八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唯尼以色列 我的仆人 雅各 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阿们 我来读一下 我来读一下第八节 唯尼以色列 我的仆人 那么这以色列 可以换成是我的名字 你这瓢武手啊 我的仆人呀 你这某某某 我的仆人呀 那么 雅各 我所拣选的 都可以放入我的名字 就是仆人 而且还要所拣选的 还有就是朋友 这才是信心呀 我有没有做仆人呢 我有没有蒙拣选呢 我有没有成为上帝的朋友呢 这时候才能领受这么好的祝福啊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我们都相信吗 我们来领受这么好的祝福吧 在座的各位 今天我们全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上帝实在是真好 那么怎样才能做上帝的仆人呢 罗马书六章十六集 稍后可以读一下 仆人 在这世上 有两种仆人 有属于魔鬼的 有属于恶魔的仆人 那么有上帝的仆人 也有魔鬼的仆人 顺从上帝的话语的 才是上帝的仆人 不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成了魔鬼的仆人了 那么我们今天 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就是这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脱离罪恶 不再做罪恶的仆人 做上帝的仆人了 成了仆人了 只有感恩感谢 仆人没有任何怨言 本来我要遭受灾难咒诅 本来还要害别人 害自己 而上帝使我脱离这样的灾难 把我改变成一个新人了 使我做上帝的仆人了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的呢 那么做四季段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了之后呢 还要蒙拣选 那么信心是什么呢 从仆人开始 从仆人做起 直到蒙拣选 诗篇四篇三节 怎样蒙拣选呢 上帝只拣选前程的人 怎样才能做前程的人 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才是前程的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只做一次四季段悔改 就可以了吗 不是啊 要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我的行为是虔诚的 直到得到上帝的认可 蒙拣选了 这时候上帝使耶稣基督 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就是信心的奥秘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 信心的奥秘 正是基督耶稣要进入到我心灵里啊 获得了信心才能做上帝的朋友啊 我们来到教会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 我来到教会 但是始终没有成为上帝的朋友的话 就是假的信 大家好多人都从来没听说过这类的讲道 所以一直以来我是不是个假的呢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上帝成为朋友的关系 今天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首先我们要怎样呢 曾经我们是魔鬼的奴仆 从一个魔鬼的奴仆 成为 从魔鬼的奴仆脱离出来 做基督的奴仆啊 加莱太书一章六到十节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使我们脱离罪恶 从此不再做魔鬼的奴仆 做基督的奴仆 我们总是讨人的欢心 为了讨人的欢心做事吗 这是魔鬼的奴仆啊 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 蒙上帝的喜悦 这才是基督的奴仆啊 讨人欢心的那是魔鬼的奴仆 加莱太书一章十节 我们从一个罪恶的奴仆 改变成基督的奴仆吧 马太书一章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今天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我内心还是属于罪恶 还是属于恶魔恶鬼啊 唯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心里的罪恶的时候 有罪恶的地方 是有魔鬼贴进来了 约一书三章八节 马太书一章十二十八节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心里的罪恶的时候 使一切的魔鬼全退去了 那么这时候我还要持续 不断地做四阶段悔改 直到行为上虔诚 我的虔诚是上帝的标准 不是我觉得虔诚就可以了 上帝认可我的虔诚了 这时候上帝才会拣选我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信心 一夫子书一章十三节 我获得了这信心了之后呢 还要持续不断地做四阶段悔改 持续不断地做四阶段悔改 直到获得信心为止 获得了信心之后 靠着基督的保险领受洗礼 直到我得到救恩呀 马克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靠着基督的保险领受洗礼了 才能获得圣灵 获得了圣灵之后呢 还要进入到顺服的训练 一夫子书一章十三节 以撒当上帝让亚伯拉罕把他的亲生儿子 以撒交给上帝的时候 亚伯拉罕如实地顺从了 这才是敬畏上帝的人啊 当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这才是敬畏的心啊 约安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我内心敬畏上帝的时候 才能做得到顺从 直到能顺从上帝的话语了 才能做上帝的朋友啊 这才是约安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什么是信心呢 信心正是顺从上帝的话语 当我顺从上帝的话语 才是才能成为上帝的朋友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 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上 而这位亚伯拉罕正是和上帝 是朋友的关系 好多人第一次听说过这类讲道 大概在十几年前在美国 就已经讲了这个讲道了 当时好多信徒都不相信 好多牧者都不相信 没听说过这些讲道 然后呢到现在 好多人开始讲这类讲道了 好多牧师当时特别反对 嫖牧师的讲道 那么现在呢 好多牧师都在模仿 嫖牧师的讲道呢 好多牧师都在模仿 嫖牧师的讲道呢 首先我们要做仆人 其次要蒙拣选 第三要做上帝的朋友 这讲道词带 有很多很多 如何成为仆人 如何蒙拣选 如何做上帝的朋友 这类讲道 这个讲道词带 已经讲的太多太多了 在十多年前已经都讲好了 这三点 这三样 我们做到了之后呢 我们才能领受这么好的话语 就是上帝帮助我 上帝与我同在 不要害怕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最好的祝福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最高的祝福啊 我们一定要得救 我们的家庭一定要得救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得救 千万不要丢弃这好的祝福啊 主啊 我就是仆人 主啊 我们告白 我就是仆人 当我这样降悲自己 放递自己的时候 上帝高举我 雅各书四章十节 耶稣是谁呀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耶稣来到这世上 是做仆人 服侍了所有人 而我们呢 我们多么的骄傲呢 我们多么的傲慢张狂呢 我可不愿意做仆人 我凭什么要服侍你 这时候已经和耶稣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要认识到我的处 我的处境就是仆人 约伯记二十五章 大家可以读一下 我们就是粪堆里的蛆一样的 我就是个蛆啊 就是粪堆里的蛆啊 如果我能认识自己是蛆 如果我能认清 我就是个仆人的话 会跟身边的人吵起来吗 我就是个仆人呀 夫妻之间 为什么会有争吵纷争呢 没有做仆人 所以总爱争吵 总爱纷争 我是个仆人 我只是个仆人 是服侍对方的人 那怎么会争吵起来呢 吵也吵不起来呀 我仅仅是个仆人嘛 怎么会跟别人吵呢 马太分十九章四到五节 夫妻不是两个 夫妻不是两个人 夫妻是一体 夫妻是整个一体呀 是一个整体呀 不足的仆人 我平安牧师 就是见证人 大家做仆人吧 做四阶段悔改 做仆人吧 这时候夫妻关系就和睦了 在座的各位 大家每个人都真心地 做四阶段悔改吧 我心里平安了 能承认我是仆人 仆人没有任何的担心忧愁 主人呢 坐在房屋里 带着老花镜 然后呢 要算账 哎呀 去年的收入是多少 哎呀 今年呢 今年的收入不如去年呀 就好多好多担心和忧愁 而仆人呢 仆人就睡得踏实 反正仆人只做好仆人的事 就可以了 仆人是睡得踏实的 传道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这不是我平安牧师在开玩笑 这都是上帝的话语啊 仆人也吃一碗饭 主人也吃一碗饭 但是仆人 仆人和主人都能同样吃一碗饭 但是仆人能睡踏实 主人却不踏实 我们做仆人吧 成了仆人就不会纷争争吵了 大家别想着要改变对方 首先要认清我自己主啊 我要做仆人 上帝是让我们做仆人 并不是让我们去改变一个人 所以回到家 无论谁怎么说我 全是顺从 全是阿门 我的婆婆骂我了吗 哎 也感谢吧 也是阿门 我的丈夫骂我了 欺负我了 也感谢吧 也是阿门吧 我是个仆人呢 别人怎么说 都是阿门的 都是顺从的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改变对方的心理 上帝改变对方的行为 当我蒙检选的时候 当我蒙检选的时候 祷告是蒙垂听的 上帝亲自检选了我 这时候 祷告是蒙垂听的 既然上帝亲自检选了我 所以 这时候 蒙检选的人的祷告 上帝是听的呀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亲自检选了我 上帝就为我负责呀 蒙检选了 还要做上帝的朋友 朋友之间是最亲近的关系 朋友之间是最亲密的关系 好多人说 哎哟 牧师啊 真的能做上帝的朋友吗 这是上帝的话语啊 不知的仆人我 平牧师 无论遇到大事小事 都投靠我的朋友 就是上帝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样的幸福啊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幸福和满足 大家别顾着要背诵这经文 首先我来做仆人吧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 做仆人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这是多么多么珍贵的呀 上帝让我们做上帝的朋友 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祝福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没有比这更大的祝福了 好多人说 哎呀在这世上 我都没有一个朋友 世上的朋友 都是骗人的 都是求利益的 最好的上帝 最好的上帝 要让我做上帝的朋友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而且全能着上帝 要做我的朋友的话 无论去哪儿都给我帮助 这是多么多么精彩的呢 如果大家尝试了 这么好的爱的话 这才是信心呀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怎么才能做上帝的仆人呢 我们读一下一二 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诚意 阿们 成了仆人才能做义人 首先是要做仆人的 以色列我的仆人呀 韩国呀 仆人我的韩国呀 我的仆人某某某啊 就谁都是要做基督的仆人的 其次要蒙拣选 我们找一下诗篇四篇三节 诗篇四篇三节 其次要蒙拣选 上帝亲自拣选我们 上帝拣选前程的人 提目在后书三章十二节 在基督里的生活才是虔诚的 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 这才是虔诚的 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八节 说谎话的话 那都是要去地狱的 好多人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就以为自己虔诚了 别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诗篇四篇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前程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阿们 我们呼喊主啊 我们呼喊我父啊 上帝 而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前程啊 只有前程的时候 上帝听我的祷告 上帝只拣选前程的人 上帝为他自己 亲自拣选前程的人 而这前程是上帝的标准 不是我觉得前程了 就是前程了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做得到前程啊 首先我要做仆人 曾经我属于魔鬼嘛 现在开始 赶紧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了之后 脱离恶魔恶鬼 使我成为属于上帝的人 做基督的仆人 再来太书一章六到十节 所以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做不到基督的仆人呀 圣经的话语 任何一句话语都不能删减的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 任何一句话语都不能删减呀 遭受灾难咒诅的话 那都是要去地狱了 如果我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 我也要去地狱了 所以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所有的话语都要顺从 而当今为什么好多教派 编造自己的教理呢 每个教派都有相应的教理 那就是假的讲道 是假的了 哥罗西说二章八节 是上帝亲自拣选我们 所以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认可 不是靠我们的标准 我们觉得给人按手祷告了 人家就有资格做牧师嘛 不是的 上帝亲自拣选虔诚的人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什么是虔诚的人呢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约安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属于地狱的时候呢 有理由 有抱怨 有各种各样的狡辩 有各种各样的借口 约安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当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只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才能做上帝的朋友 我和上帝之间要成为朋友的关系 好多人研究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研究上帝的话语 哎呀 这话对还是不对啊 这话要不要听 这都是假的信 只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为人的生活 只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圣徒啊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听着讲道磁带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上帝的话语是改变我的生命的 上帝的话语是铺开我的骨髓 一时一时的疾病的 上帝的话语改变我的智商 上帝的话语改变我的身体素质 约安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阿门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阿门 我们怎样做才是上帝的朋友呢 照着上帝的话 如是遵循 如是顺从 这就是上帝的朋友了 好多人说 大家知道 亚伯拉罕和上帝是什么关系吗 我们只认识 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先 那么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 二章二十三节 信心 是直到要做上帝的朋友 这才是信心呀 而当今的讲道集里边 当今的教会 没有人讲过这些的讲道 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类的讲道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 在座的各位 所有的年轻人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行 只要我们爱上帝 只要我们能忍耐 这些段悔改是帮助我们忍耐的 因为基督就是恒久忍耐呀 不是我自己能忍的 不是我能做到忍耐的 忍耐是基督帮助我忍耐 是基督让我学会基督的忍耐 不是靠自己 全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呀 好多人 怎样才是忍耐呢 好多人说 忍耐太煎熬了 真是强迫自己硬忍 死撑着忍耐 那不叫忍耐 上帝给我们的忍耐 是喜乐无穷的忍耐 不是强迫自己忍耐 靠自己忍耐 那是特别煎熬的 是特别痛苦 是迫不得已的 而上帝给我们的忍耐 是不知不觉中 哎呀 就做到了 上帝赐予我们的忍耐 是喜乐无穷的 好多人都分不清 什么是忍耐呀 上帝的智慧是什么 上帝的知识又是什么呢 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饶恕又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今天领受 这庞大的养血吧 亚伯拉罕正是和上帝 成了朋友的关系 创世纪十二章 一刀三节 信心的祖先 信心是让我们 做上帝的朋友 拥有信心是要做 直到做上帝的朋友 我成了上帝的朋友 才有资格做牧师长老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这就应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阿们 我们说是信上帝 而一直以来 有没有和上帝 成为朋友关系呢 上帝亲自拣选我 直到我做上帝的朋友为止 全能者上帝 要做我最亲近的朋友 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祝福 讲不出口的话 我们跟我的朋友 上帝全讲出来 这位全能者上帝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位全能者上帝 要做我的朋友 这才是有信心呀 而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类讲道吧 相信现在开始 我们是能行了 只要持续不断地 做四九段悔改 上帝实在实在是真好啊 好多人说 我觉得我有信心呀 而我的心愿 怎么没有一样实现了呢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所以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我说是 我觉得我有信心 而我有没有做上帝的朋友呢 我有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只有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才能做上帝的朋友 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比如说 信心 仅是在启发点 那么 跑到终点 是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才是跑到终点 是完整的信心呀 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才能做上帝的朋友 我们今天领受这 以赛亚书41章的允许吧 我们要做仆人 蒙上帝的谨选 做上帝的朋友啊 这才是信心呀 这三样全实现了 才是信心呀 我内心能服侍圣父圣子圣灵了 这才是信心呀 在这时间 主要把好的一切全给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不爱做仆人呢 无论去参加什么的聚会 我总是要看自己的心情好不好 我都是个仆人了 怎么还会考虑自己的心情好与坏呢 仆人哪有心情不好嘛 仆人是没有任何怨言的 我们整天 哎呀符合我心意的 我就喜欢 不符合我心意的 我就不喜欢 这哪是属于基督啊 我和基督同死在十字架上了 哪有任何理由啊 哪有任何借口啊 我和基督同死在十字架上 只显现出基督啊 没有我任何的思念和想法了 全是只显现出基督啊 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做仆人 总爱顶嘴 总爱傲慢 张狂 骄傲 当我傲慢 骄傲的时候 就已经被魔鬼撬走 成了魔鬼的奴仆了 并没有做基督的仆人呀 而心里还装满了贪婪 求上帝饶恕吧 我们的傲慢 骄傲 全球上帝的饶恕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主啊 我一直以来 连仆人都没有做到啊 求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恶 使我们求靠基督的保险 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真心地做基督的仆人 使我们属于基督 成为崭新的新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使我做仆人 使我服侍身边的人 如同我们的主一样 主啊 求主帮助我 这些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求主帮助我 使我做基督的仆人 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做仆人 服侍身边的人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认可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拣选 求主赐予我们信心 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做上帝的朋友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奇迹的允许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拥有能力的主的仆人 使我们通过生活来见证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通过生活来见证上帝是活着的 此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无限的爱 与圣灵赐予的感动 从这时间开始 我们都下定决心 要得到上帝的认可 我们下定决心 要坚持到底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下定决心 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做上帝的朋友 无论上帝交代我什么事情 我都要顺从 如同亚伯拉罕把以撒交给上帝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只顺从上帝的话语 在这每个下定决心的心灵上 奉主的名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阿们 阿们